欢迎回来 如果您每天都在为吃什么而发愁 或者想知道怎么吃更健康 那么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节目微信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千道营养菜肴的具体做法 大家可以在电子菜单中自由选择 怎么样了 容老师 刚才不说准备一下吗 准备好呗 准备的差不多了 就差那么几步 我想待会一边做一边交大话 阮老师 我跟您说 这道菜您就让我去做 因为我在家老做这个猪皮冻 绝对能做好 您把食谱给我 我去 好吧 那就麻烦胖阿姨您了 好嘞 我现在就去给大家做 趁着这段时间 我还得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除了什么鱼翅 还有什么鲍鱼 烟窝 海参 这些昂贵的进步食材 都可以找到评价的替代品 如果您想知道如何替换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在群里发送您的问题 阮老师和我会为您进行解答 大家好 我是爱做菜的胖阿姨 今天要给大家做一道猪皮冻 刚才阮老师已经把制作方法发给我了 现在我就开始给大家来制作 首先我们要把猪皮处理干净 还有里面它有一些油脂 我们要把它去掉 这猪皮上的油脂一定要去干净 如果去不干净的话 会影响猪皮的口感 同时摄入的脂肪过多 还容易让我们的血脂升高 现在这个肉皮 猪毛还有油脂 我们都已经把它处理得非常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要烧水 注意一定要凉水下锅 现在我们就把猪皮放到锅里 水开了之后 要焯个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焯水的时间 要控制在三到五分钟 这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除油脂 还可以去除一些猪皮的异味 现在我们这个肉皮 已经煮了五分钟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捞到凉水里 现在我们这个肉皮也焯完了 然后拿凉水的也过完了 我们现在就把它切成条 我切这个够细吧 现在这个猪肉皮切好了 看切的丝 我们现在把它倒到锅里 把锅里加入凉水 我们按照一比三的比例 加入这些水 稍微放一点点的盐 现在我们把葱 现在我们把葱 姜 辣料 还有香叶放到料包里 这个八角啊 就把它放起来就行了 把这个料包弄紧 放到锅里就可以了 我们最后啊 再给它加一点料酒 现在把锅盖盖上 就慢慢煮 这个应该煮的时间长一点 就是一般一个多小时吧 观众朋友 如果您家里有高压锅的话 您可以用高压锅来制作 这样的话咱们做菜的速度会加快 要是没有高压锅呢 我们就用正常的锅也行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猪肉皮啊 已经煮的比较粘稠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火关了 然后呢 把它倒出来 等待它彻底冷却之后 我们才可以吃 到那个时候才算 这道猪皮冻做好了 各位啊 咱们这个猪皮冻啊 已经冻好了 要不咱们先一起尝一尝 行 我看半天了 看半天了 来 品相不错啊 相当不错 最开始的皮冻啊 我说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皮冻 手工做的就这味 太好吃了 我已经没有了 其实这么看来 我觉得皮冻做起来应该还是挺简单的 是 我现在回家也要试一试 如果刚才大家没有记住 做皮冻的那些步骤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在我们电子菜单里进行查看 我们的成品也会在那里展示 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 我们集口令营好礼的活动 再次开启 从今天开始的三天节目当中 我们每天都会出现一条口令 在我们明天开始的直播当中 还会再给大家一句口令 集齐四条口令 再拉两位新朋友 扫码进群看直播 在群里爆出您的真实姓名 就能收到栏目组为您精心准备的 健康大礼包包邮到您家 那么我们今天的口令就是 猪皮也能替鱼吃 所以那些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的朋友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然后进入我们的微信群 每天中午群内发送直播链接的时候 您一定要第一时间点进来看 同时我们的微信里 还有上千道的营养菜谱 大家可以自行收藏 集口令 领毫礼 在5月13日到5月15日的电视节目当中 每天都会发布一条口令 在5月14日开始的网络直播中 我们还会发布一条口令 集齐四条口令后 邀请两位新朋友进群 并发送您的真实姓名 如张三 就可以领取到由节目组包邮送出的 膳食营养毫礼 还等什么呢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参与活动吧